首先降棋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下呢 第一它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 如果是一个枯燥的游戏的话 那相信大家都不会去玩 然后呢在降棋 下降棋的话呢第一有助于开发智力 第二呢它是一个可以培养礼仪的一个游戏 第三呢它还可以培养一个人的韧性 因为下棋的话是需要做很长时间去做一件事的 最后呢它是一个可以培养礼仪的游戏 最后呢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可以培养自信的游戏 因为不论你的年龄智力 只要有实力就可以赢 以上是我认为有很多人在下降棋的原因 为什么喜欢降棋呢 由我个人而言 我是觉得可以把吃掉的对方呢 去重新投入到棋盘上 作为自己的站立使用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 然后呢下棋的时候呢 它这个下棋的姿势是一个很帅的我觉得啊 大家可能最近看过一部比较人气的动漫 叫做三月的狮子 里面的主人公童山林他在下棋的时候是不是很酷呢 在下棋的时候双方啊这个精神上 不仅是体力上精神上还有脑力上的各种这个在战斗的样子 实在是一个很帅的啊 以上呢是我觉得啊 喜欢降棋的一个原因 说到在哪里下降棋呢 在日本有一些新的 当然也有一些从很久之前 比较古老的一些降棋道场 在这个道场里面呢 有各式各样的人啊 当然小孩子的老人 各个年龄层的人都在里面下降棋 另外呢 除了在现实中下降棋之外呢 在这个网络上也可以是下降棋的 在日本 现在比较有名的话 当然是那个降棋24道场 那上面有很多的业余棋手 还有职业棋部也会在上面下棋 会下降棋了以后呢 在国内你可以对 你可以像对日本文化有兴趣的人去介绍这个降棋 在日本呢 你可以和日本人玩降棋 和日本人成为朋友 和他们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降棋它是有一个职业制度的 那现在呢 男性职业棋手呢 约为150名左右 女性职业棋手呢 约为60名左右 那它是一个制度 只要你在一个机关里面 努力 不论是任何人都有成为职业棋手的可能性 降棋和象棋 哪一个比较难呢 这个呢 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差不多的 他们从规则上来说 都是夺取对方的一个王的游戏 那只要你退了一个 那另一个也就困难了 降棋的规则呢 可以现在在百度百科上可以查到 那在现在在微信平台上 也有写这个关于降棋的规则的文章 然后呢 这个 它的规则吧 大家只要懂这个规则 然后在这个棋盘上摆动几下 找一个朋友吓一下 其实学会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下降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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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